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題 這一題呢 它是一個二維運動的問題 所謂的二維運動 它其實就是兩個直線運動 因此這一題其實不難 但是你需要一點解題技巧 首先這個物體它的初速度是10i 好的 那我們今天要分為兩個方向喔 分別是x方向跟y方向 好我不寫i跟j啦 這樣你怎麼樣 你可以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好那我們把V型擺這裡喔 10i 所以初速度呢 在x方向是10 在y方向就是0 好接下來 加速度是4i加3j 好這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它的加速度呢 這個x方向的4跟y方向的3是固定的 好的 那麼首先我們要來看第一題 第一題要問你 請問在兩秒末的時候它的順時速率 那其實就是在問在第二秒末的時候它的速度大小 也就是說它這題其實要看這個東西 就是第二秒的時候的速度大小 那我這邊減寫就叫v2 來各位同學我們還記得嗎 速度的公式是什麼 速度是不是叫做v0加at 對不對 好喔 那我們現在要拆成x方向跟y方向來看 因為x方向跟y方向它們互有獨立性互不影響 所以我們這邊要切一條線 好切一條線 好 v0加at x方向v0是10 a呢 a是4 t所經過的時間兩秒 所以呢 在x方向速度就是10加8 就是18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y方向 y一樣是v0加at v0是0 a是多少 3t2秒 因此在y方向的速度是3乘2等於6 OK 同學還沒有玩喔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平面運動 平面運動的時候呢 它的大小就會變成一個向量的大小 當然因為老師今天是在網路上拍影片 所以呢我會講的比較詳細一點 好的 那各位請你看一下喔 這個速度在x方向是18 在y方向是6 對不對 所以今天要問你這個速度大小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b式定理 對不對 畫圖用b式 這個直角三角形 它的兩邊分別是18跟6 因此啊 它的大小是多少 它的大小是不是就是 根號18平方加6的平方 好 那根號18平方加6的平方 是多少呢 就是根號360 根號360 其實就是6根號10 因此第一小格的答案是6根號10 好的 那我們現在很開心進入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要問你前兩秒內的位移 好的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delta x 0到2 0到2寫下面 沒有地方寫 好 那我們來回想一下 我們位移的公式是什麼 我們位移是不是叫做 v0t加2分之1at平方 好 所以我們這題要解兩個直線運動 好 第一個 在x方向 v0是多少呢 v0是不是10 好 時間t2加上2分之1 a a44乘上t的平方 t是兩秒 因此在x方向的位移是多少呢 x方向的位移啊 就是28 好 這個老師剛剛算過的28 好 那麼在y方向的位移呢 一樣v0t加2分之1at平方 但是v0啊 是0 好 再加上2分之1at平方 加速度是3 好 t平方 t是幾秒 2秒 所以呢 在y方向的位移就是6 好的 所以說呢 那麼我們的這個位移大小啊 一樣要用避世定理哦 因為我們在x方向有位移 在y方向有位移 那麼我們要算它總位移啊 就必須使用避世定理 根號28的平方加6的平方 算出來是根號820 那根號820我們要提出誰呢 我們提出2 提出2的時候呢 就是820除以4 820除以4就是205 然而這個205其實是5乘上41 所以它沒有辦法再開根號了 因此第二小題的答案就是2倍更號205